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管理学系二年级的学生Jennifer 刘婷瑜 是今晚的主持人 我跟今天的主讲嘉宾潘汉堂先生一样来自台湾 我好高兴今天能够跟潘先生见面 也希望能和这位前辈学习 潘先生现任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董事 亚太台商联合会总会创会总会长 他是美国纽约大学契管硕士 主修银行及国际金融 曾于多家跨国企业任职 并为马银九政府出任国策顾问 潘先生含有古今 学贯中西 在国际政经大事 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范畴远见着世 今日的活动全院满座 在邀请函发出不久已名额爆满 我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想听潘先生的真知灼见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请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院长 颜厚明教授致欢迎词 为今天的活动掀开序幕 有请颜教授 潘先生 那个胡小姐 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神明娜的会堂 其实呢 这个我们这个神明娜呢 我们这个就是用了当年胡舍先生 和这个当年他们那一代学者 把这个Seminar就写成翻译成邪明娜 大家坐在这儿 然后呢 把一些事情呢 讲清楚 讲清楚呢 还不够 然后呢 一定要把讲清楚的东西 自己能够理解的呢 能够带走 所以说呢 他们当年呢 把这个叫成邪明娜 就是坐下来 听一听 搞清楚了 带点东西走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 一般呢 我们都不讲生意上的事情 我们讲文学 我们讲历史 我们讲科技 我们讲 everything about the business 然后这个 前不久呢 这个 我曾经这个看一本书 那个是在大陆 去年非常popular的一本书 叫1902 就写的那个 沈家本先生 那时候在满清的时候 怎么样为满清 立法的那么一个故事 当然那个满清 后来他立的那个法 由于他很快 1911年 我们就有民国了 没有用上 但是后来 我听说 就是沈家本先生 当年立的那个法呢 其实民国的时候啊 采用了比较多 看了那本书以后呢 我就觉得呢 当然前辈非常了不起 他们对这个法律啊 当时流行的法律 甚至就是说 英国的 法国的 德国的 西班牙的 他们都做了很多的翻译 然后他们在 那些翻译的书当中呢 起草了一本 这个清朝的 法律 他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呢 都跟我们现在的 这个法律系统呢 有类似的地方 但是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 他只是在翻译 已有的 这个法律的文件 对于这个法律的 这个起源 这些法律思想的 这个起源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翻译也好 我们的那个书也好 其实讲的不多 这时候呢 我们就看另外一本书 The Roots of American Political Order 它就Going back to 那个摩西的时代 就是说 从这个罗马 然后慢慢 一道一道的梳理 然后呢 John Locke 然后呢 David Human 就是你这个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过程 这个思想怎么演变的 你就会知道 原来那样的一套 法律系统 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进化的 一步一步发现的 这样的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呢 非常高兴 你看潘先生的这个眼光 非常睿智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听 苏先生呢 给我们讲讲 这个从老古话讲起 2000年 2000多年的事情讲起 看看我们这个 人文主义 是怎么样发展的 所以非常感谢 潘先生今天 给我们这么样的一个 讲座 那个 我们一般做讲座 我们不在这儿的 我们在11楼 就是说 由于您的这个号召力 我们很快就爆满了 所以我们今天 只能换一个会场 好吗 有请潘先生 谢谢 非常谢谢 陈大的邀请 尤其是 谢谢院长 刚院长提到 胡适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 胡适的一个故事 胡适从美国 到北大演讲 到北大教书 然后参加 新青年的工作 事实上非常年轻 可能比我们这边 每一个都年轻 大部分 除了女性以外 他那时候26岁 然后他下面有学生 那叫傅适年 傅适年21岁 一个是1896年 一个是1891年出生 然后到北大的时候 胡适真是见识了 傅适年的学问 因为他知道 他虽然在美国 可能要读了书 后来在卡林比较 但是他的国学的底子 是连连比不上 所以 有一阵子 事实上这个学生 不太倾向 让他就职了 后来因为傅适年 安保 傅适年觉得 他是不错的 因为他带了西方的东西 所以 胡适说 傅适年是我的保驾人 然后 在多次上课的时候 胡适曾经跟大家讲 他说我的学生里面 有傅适年这样子的人 我怎么能够不努力呢 今天这个环境 有点像我一样 我看到在座的每一位 都比我聪明 学问都比我好 那我站在那边 怎么能够不更努力呢 所以 这叫感同身手 已经太晚了 下不了船 我在这一页 还没有翻译前 我来先做个小小的实验 各位看 上面的四个人 涵盖了全世界 但是各位告诉我 亚洲人有几个 有几个是亚洲人 OK You are right 亚洲人有三个 一个是东亚 confucius 一个是南亚 耶稣基督是 Asia Minor 叫做小亚西亚 一直以为 从东方到西方 事实上 可能是很遥远远远的记忆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看Asia Minor 尤其看那个 Palestine那个地方呢 是把它当作东方的 所以各位知道 现在有个东方学的 一个巨博 叫做Edward Saint 他就讲 他就以他的东方观念来谈 但是以我们中国人来看 那个东方距离我们远东 那真是太远了 所以我还没翻译前呢 我先给各位了解一下 如果我们说21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界 我觉得可能夸张了一点 但是各位如果今天 听到我讲话之后 你会发觉 如果我说21世纪 是亚洲人的世界 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的 因为这四位 占据了我们人类 几千年的精神领袖 有三位是亚洲人 这还有什么可以疑问的事情 完全不必疑问 21世纪一定是我们亚洲人的世界 在我接到邀请之后 我一直思考 今天我应该讲什么题目 我跟各位讲个小故事 我想是不是应该讲 我常常讲的 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 国际政治 两岸的经贸 政党的关系 等等 后来因为这几个月 的的确确 大家都感受到 世界不安宁 社会不安宁 所以我最后 就想到用这个题目 也是做一种表达 做一种质疑 因为这个题目 让我想起 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 尤其在我们那个时候 接受到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是存在主义 兴起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 看过或者研究过 存在主义 但是当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是存在主义 最兴盛的时候 1957年的诺贝尔奖 颁给了卡谬 异乡人 stranger 喜欢文学的人 可能还读过这个 1964年的诺贝尔奖 颁给了沙特 两个存在主义的大师 所以存在主义的思想 在我们学生里面 非常的流行 各位有听过 存在先于本质 各位可能也听过 存在与虚无 或者说存在就是虚无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 我有很多同学 因为读存在主义 所有的功课都荡光了 需要重考 我甚至有同学 读存在主义 而自杀了 所以这段故事 可能一定要从我那时候 走过来的人 会比较深刻地理解 后来我就思考 存在主义是从人文主义 一直发展到 19世纪 20世纪 到一个极端 但是存在主义 真是这个样子吗 我就要找他的一个究竟 所以我那个时候 也看完了所有存在主义的书 后来幸好 我看到 Karl Jaspels 他写了关于哲学的概念 关于历史的起源与目的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History 这本书是当初 在哲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发现人类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过程过来 在3000年前 居然发现在同一个时代 产生了很多了不起的思想家 东方 这两位 西方 这位 还有更早的 索罗亚斯德 以赛亚 等等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起 研究起了之后 他就开始研究个别的哲学家 后来就研究了这四位 所以我今天排的这个顺序 基本上 就是在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 D Abundant Mask Mask Abundant Mention 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那么完全照这个顺序 因为他是西方人 所以很自然的 他会把苏格拉里排第一个 那么其他的呢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他是希望他的书 能够畅销 所以这个 我完全是照着他的这个顺序 后来我发现 亚斯佩 基本上 他的这个概念里面 他是非常明显 非常清晰的 要告诉大家 这些呢 才是我们需要尊敬的 需要了解的一些对象 虽然我们不一定要从宗教来看这个事情 但是这几位的精神 跟他们的人格特质 足以做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的典范 所以他就选了这四位 我一看这四位的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亲切感 我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的小故事 我跟院长报告 我小时候 我是在重庆出生的 我在重庆最大的一个天主教堂出生 那个天主堂呢 是French Sister Charity 法国修理就会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 重庆的势力范围是法国的 所以我对天主教 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后来1957年呢 我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呢 我住的地方呢 是一个Wrench 正好在洪水桥 新界 元朗跟屯门之间 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庄园 我父子辈的一个朋友家里面 他家里就有一个小教堂 也有学校 也有图书馆 也有酒店 餐厅等等 所以我就在那边 又接触了新教 这就是所谓基督教了 接着我去了台湾 各位知道台湾是一个佛教的 一个最流行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的家里呢 基本上是一个儒家的传统 我父亲呢 喜欢十三经 各位知道十三经是什么吗 十三经就是我们所谓的 四书五经 然后五经里面呢 李玉悦 就是讲那个 诗书 礼 春秋 然后呢 礼呢 变成三传 所以周礼 以礼礼记 然后春秋呢 也变三传 就是春 公粮 古粮 左传 加起来呢 就是十三经 我在学生的时候呢 我就常常和我父亲一起整理十三经 所以我对儒家呢 是非常的欣赏 跟喜欢 我父亲以前在抗战以前的祝德 所以我家里有很多德国的书 德文的书 所以我从小呢 看这些德文的书籍呢 然后进入德国的文化 再从德国的文化 进入到德国的哲学 然后追溯到西方的哲学的源头 所以我听到这四个人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四个人 是我的老朋友 那我今天呢 事实上呢 跟各位谈的 并不是哲学 我刚问了院长 我确定了 我们城市大学没有哲学系 所以我开开哲学系的玩笑 应该是没关系的 这个哲学系很有趣 有个哲学系的学生 我们台大有哲学系 很多学校都有很了不起的哲学系 但是我这是开玩笑 然后这个哲学系的学生毕业了之后呢 到处找工作 只有找到一个工作 就是在动物园里面 办熊猫 或者是猫熊 然后没有人知道 它是哲学系的学生办的 后来有一天呢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发现另外一个熊猫 挤过来了 他怕那个熊猫 误认为它是真的熊猫 他就跟他讲 我不是真的熊猫 我是哲学系的 那个熊猫就说 老实讲 我也是哲学系的 所以哲学系呢 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当然 我以前有考虑要读哲学系 我知道哲学系是一个了不起的系 甚至各位等一下会听到 我认为所有的领导者 不管是企业家 不管是政治家 都应该是一个哲学家 这就是波拉特所谓的哲王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就了解 我们今天除了哲学不讲以外 我也不讲宗教 因为宗教太多的仪式 太多的仪轨 不适合我们今天常说来讲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是心灵鸡汤吗 也不是心灵鸡汤 但是我希望今天讲完之后 也许你们每一位呢 都会变成一个 米其林三星的大厨 做全世界最好的心灵鸡汤 给其他的人 今天呢 我是把它当作一个 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对话 或者一个生命的对话 因为对话呢 会变成我们今天谈话的 一个主题 这个X-SERILE-AGE 很多翻译 有人翻作走心时代 我不喜欢 因为你会联想到希特勒 你会联想到摩朔利利 有人把它翻作走书时代 书走时代 但是我觉得翻成中走时代 是最好的 因为你了解这个之后呢 你就发现人类的思想 是随着这个中走 一直往上面爬 然后爬到现代 三千年 所以这个中走时代呢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的 三千年 以前发生了这么奇特的事 然后呢 卡尔在这几千年里面 找了一些了不起的哲学家 他挑了这四个 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各位如果研究哲学的话 你会发现 卡尔·亚斯培 是1883年出生的 1883年呢 同时也是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 你看这一年都有趣 马克思呢 是出生在1818年 各位想想看 在19世纪初 1818年 马克思 1813年 有另外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出生了 那个人叫齐克国 人家说他是存在主义的开山祖师 齐克格 瑞典人 另外一个人呢 是1806年出生的 他的名气更大了 他叫达尔文 各位想 19世纪的时候 有这么样的三个人出生 你会想到 他对后来的宗教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多大的冲击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宗教还是走过来了 所以这个满天星斗 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害羞 你会发现上面的黄色面孔 事实上不比这个白色面孔少的 但是中间这个人呢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人叫周文王 他的名字叫鸡昌 那么大概中文的典籍里面 现在都不太提到他 那么西方的典籍根本就不认识了 但是我告诉各位 他是我心目中真正中国的人民的始祖 因为在中国的文明里面 我们现在知道的 尧顺与汤等等 很多都是传说中的 但是他是真正建议了周朝的文化 然后孔夫子最欣赏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周公胆 但是周朝是因为周文王辛苦地经营了一辈子 然后他过世了 交给他的儿子叫周武王 周武王花一年的时间 灭掉了商周 建立了周朝 建立了周朝之后 周武王也死了 后来就请周公设政 然后这样才有周朝八百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信史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讲严格一点 就是西元前八十一年 所以你在西元前八十一年以前 那个历史是叫半信史 再推到前面就是传说了 再推到前面就是神话了 所以各位看到 他在我们历史上的地位有多位了 那么我讲这个以前 我跟各位提一个概念 各位可能是商场上的大佬 可能是企业家 或者是政治家 或者是领导者 你常常会这样讲 各位同学 各位同志 各位好朋友 我们做事 我们一定要有passion 没有问题吧 每个人都会用 我们也要有vision 然后我们要有mission 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 我们也要有action 各位知道 这四个字里面 都有非常深刻的宗教的意义在里面 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位是基督教 各位知道passion 在基督教里面 它代表什么意思吗 受难节 所以当你过Easter 在香港放假的时候 前那几天 就是受难节 受难节就是passion 所以你看一个人有热情 就是跟受难是同等的 因为你要有受难 你才会拥有这个热情 因为你的热情是从苦难里面得来的 vision 在圣经上面 各位知道vision是代表什么意思吗 是意象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我们在系列管理的时候 我们把vision都是当作远见 事实上的vision可能有比远见 更高明的地方 很多人看不到你看到了 这就是vision 不只是远而且深 可能像Steve Jaws这种人 他就有vision mission 在基督教翻着 也可以当作教会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几年前 Robert De Nero拍的那个电影 教会 用的就是mission 所以mission这个字 一方面也可以当作教会讲 一方面也可以当作教堂 一方面也可以当作你的使命 一方面也可以当作你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这全是在Bible里面有出现的 但是你用在现实社会里面 有时候你可能会忘掉这个东西 action action 在圣经上面就是最有名的一个章节 事实上就是使徒行传 各位看那个使徒行传 整个圣经里面 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耶稣 那么第二个就是保罗 那么 大致来讲 在圣约里面都是保罗的action 那么因为 passion mission mission action 所有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家 或者是伟大的宗教家 他们可能 才因此 有了延续几千年的生命 我在此 引用一下 马丁路德 他讲的一句话 因为跟我们今天讲的是非常接近的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面 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动产生的 它是由 很多了不起的人 他的这个 sacrifice suffering struggle and tireless exertion and passionate concern of dedicated individuals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那边 我觉得 跟这些人都有关系 在这边呢 我跟各位提一下 为什么 我刚刚特别讲 我要把这四个人 当作是我的好朋友 来介绍给大家 这是有根源的 各位看看 Leritas Leritas 是拉丁文的真理 这个字 就是truth 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 但是你看到他的校训的时候 他经常会跟着一个 一句话 这句话呢 就是 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Cenegis Amicus Veritas 与柏拉图为有 与亚里士多德 为有 最重要的是与真理为有 这句话事实上是有很多东西 不断地衍生出来的 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Amicus Plato 后来就加了Amicus Aristotle 所以那个Veritas 就在这边存在了 但是像各位这么有学问 一定了解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所有的真理 都是相对的 所以这个概念 事实上存在于所有的宗教 不管是佛教 不管是基督教 不管是苏格拉里的思想 他们都会有同样的一个认识 但是后来基督教的发展 已经变成一个唯一的一个真神 那么这是宗教发展的另外一条路线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一个理解 所以呢 我特别把它扩大成了 Amicus Socrates Amicus Buddha Amicus Confucius Amicus Jesus Semegis Amicus Veritas 所以你跟这四个人交朋友 但最重要的 你也跟真理交朋友 因为他们四个人 可以作为你的心灵的居所 宗教它的目的 它的价值也是同样的 它存在的意思 就是做你的 各位你常常在街上 碰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很多街友 你会非常同情他 你会有孟子所说的 彻隐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你想想看 这些人 事实上并不可怜 真正可怜的是 他的心 无家可归 所以当你找到一个心灵的居所的时候 不管是这四个人 或者是其他的 我都恭喜你 你如果找到其中一个人 我已经恭喜你 如果四个人都是你的心灵居所 我真正的恭喜你 因为今天我们从人文主义开始谈 所以我不用崇拜这个字 我用的就是你的相应 英文可以用corresponding 你的frequency跟这几个人 基本上是相应的 相应的 你就开始能够接纳它 然后你接纳耶稣基督 你接纳布兰 你接纳孔子 你接纳Supratus 那么你就会觉得 可能你的心安 因为有了心安 你的社会才会安宁 因为你心静 才会国土静 心安处 即使你的故乡 好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现在飞到其他国家去 因为他认为美国可以带给他的心安 那么也许我们这一生都在找这么一个地方 我这边就用一下 我以前在NYU的老师的话 这个人是Peter Drucker 我想我们练管理的人可能没有人没有读过他的书 他有一句话 他现在已经用 用得非常的腐烂 就是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n't just do the things right 不一定要把事情做对 不只要把事情做对 要做对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在不断地奋斗 不断地奋斗 后来回头一看 跑错路了 我们每一个都这样的观念 但这句话有无数的版本 这是其中的版本 因为今天大家都是managerial leader management is doing things right leadership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所以当你做一个管理者的时候 你可能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对 但是当你真正是一个领导者的时候 你可能就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你一定要挑对的行业 你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在一个对的社会 在一个对的公司 做对的事情 做对的行业 比如说华为 我一直很惊讶地有华为 很多了不起的创造力 后来我刚刚跟这几位聊天 我才发现 我们这边是有了不起的creator 在这个地方 这是真正的branding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 Effectiveness is doing things right Efficiency is doing things right Effectiveness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这种情形是非常多的历史 OK 我们现在来到苏格拉底 这个正如我刚刚讲的 无论如何它是排在第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一个来讲它 但第一个讲它 有它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因为它是我们这四个 前面三个伟大人物里面 最年轻的一个 除了耶稣基督 它是诞生在西元0000年 那么它是其他三个人里面 比较年轻的 但是因为希腊化的时代 它出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 它是真正出生在 就是两次波斯打希腊的战争里面 这两次战争对人类的文明史 有天大的影响 我想各位读了很多书 看到很多电影 各位一定看过有个电影 叫三百壮士 那个三百壮士 就是拍那个温泉官 后来这三百人都牺牲 然后把那个波斯人挡住了 另外一个就是马拉松的战役 马拉松的战役 雅典打赢了 后来派了一个传令兵 跑回雅典 然后他跑到雅典的时候 他就高呼说 Victory 我们赢了 一讲完他就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 马拉松的来源 就从这个来 他就是生在这个时代 一个伟大的一个时代 但是这过去了之后 他居住的地方就开始打仗了 那个地方就是叫 波罗奔尼撒战争 一般人对他的了解 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是 我刚刚讲过所有的人里面 可能最难写传记的一个人 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 他学生写的一些对话录 但是别人在怀疑 究竟这波拉图的对话录里面 有几分真几分假 几分是讲他的老师 或者几分是讲他自己 那么所以 这个舒克拉里呢 有一阵子 大家对他存了一些 比较保留的一些观念 但是不管怎么样 慢慢慢慢的 尤其我们进入到现在 发现更多的东西呢 是的的确确 他的人生的这个picture 越来越完整了 有一个值得提呢 他的父亲是石匠 他的母亲是助产士 所以在 苏格拉里的一生呢 他常常用助产士 来比喻 他就说 我并不是教你 我并不是给你的智慧 我是把你已经有的智慧 把它引导出来 这种话呢 就会给人的信心 这种话呢 就会给人的安慰 因为他觉得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智慧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今天舒格拉里帮我 像助产士一样 把我的智慧引出来 他的妻子呢 叫做Zantippe 很多人也了解 苏格拉里的 就是从这边开始 这是很有名的两幅画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女性 她常常找苏格拉里找不到 她就叫苏格拉里 后来 一是苏格拉里没有回应 后来他就 泼水给她 这两幅图呢 是一样的意思 当然 苏格拉里有很多女性的fancy 跟着她 那么她太太很不高兴 又泼水给她 这个时候呢 苏格拉里就展现了她的幽默感 她说我就说嘛 打完雷以后 一定会下雨的 她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的 不过这个故事到后来 还有不断地演变 演变成什么呢 就是人家说 人呢 是一定要结婚的 因为如果你娶了一个温柔的美交流 你的婚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如果你娶了一个 重生恶极的女性的话 你就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这故事是这么来的 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大众是这么产生的 我们看历史上 所有人对苏格拉里的赞美 包括柏拉图 包括他的很多的学生 在不断地他的对话里面出来的 都比不上Steve Jobs 讲的这句话 Steve Jobs 这种人的财富捐出来 只是为了跟苏格拉里吃一项饭 有些人说 我为了把我所有的 property捐出来 只是为他跟他聊一下 那么这种话里面可以表示出 大家对他的推崇 那么像Steve Jobs这种人 他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灵魂 或者精神的一个境界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当然除了苏格拉里以外 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照应 那么我是觉得一个企业到达一个阶段 一个人的成就到达一个阶段 他当然就是在他的心灵深处 会跟更高的一些理想或者精神 或者不管是什么 非常的有一个corresponding 一个相应 Delphi 这个是苏格拉里一生很重要的开始 Delphi这个地方是离雅典附近的一个山 那么这山上有一个阿波罗的神像 有一个神庙 当然现在已经是变成废墟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是苏格拉里蛮重要的一天 那么他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朋友 叫做 Cherophon 然后他到了阿波罗的神殿 去要神给他一个意见 那么他们是叫Oracle 有点像甲骨神域 那么就像中国古时候 用这个甲骨或者是去测试未来 很像这种东西 那么他那个朋友 就问这个神 他说请问 我们希腊 有没有一个人比苏格拉里更聪明 后来 这个神就表示意见了 可能跟我们现在去 这个行天宫 或者是去天后宫 或者去任何庙 意义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神的指示是说 没有 意思就是说给他一点 是最聪明的了 但是一般人呢 如果接到这么一个结果之后 他可能会欣喜若狂 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但苏格拉里呢 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所以他回过来反问 他说真的吗 真的吗 所以他的一生呢 就要在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他想去证明 这个阿波罗 这个神殿里面的Oracle 那个是不对的 他以前就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很喜欢Dialogue 很喜欢communication 他那个时候就把他当作一个职业了 他就随时都跟别人在谈话 所以他的一生呢 就是在谈话中度过 在Dialogue里面对过 在对话里面度过 他的目的是要找一个 真正雅典最聪明的 比我还聪明 比苏格拉里还聪明 他有没有找到不知道 但是呢 这时候就流传了一句话 因为他觉得 神阿波罗说我是最聪明的人 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我是在世界上 唯一知道我是无知的人 各位想 这是很有意思的 I know I don't know anything I know I know nothing OK 这句话呢 就无数的演变 演变成 最后呢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 这句话是比较文咒咒的了 那么真正的智慧 是你了解你自己的物资 所以人家说 哲学的意思呢 是爱智 feel是love sophia是wildom 所以philosophy的意思 就是the love of wisdom 那么哲学家呢 是爱智 在寻找智慧 苏格拉里说 不是 我是在寻找无知 因为你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呢 你才能走向智慧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不过这个东西演变成后来的时候 听说他得罪不少人 因为人家说是 OK 你说你知道自己无知 好像我们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 他又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各位看 这个人的思维啊 是蛮奇特的 蛮奇特的 最后苏格拉里的 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呢 他被判刑 他的罪名呢 是叫做不敬神 因为他的很多理念呢 对当时的这个 希腊的 传统的神的信仰呢 是有抵触的 另外呢 他们觉得他把年轻人带坏了 等等的 所以他被判了 判刑呢 他本来可以逃走 他不逃走 最后他选择了死亡 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生命 是不值得活的 选择了这个 他就喝了毒酒 各位想想看 这个时候呢 柏拉图呢 事实上只有28岁 他的老师给他做了这么大一个示范 他的一生怎么不会受影响 怎么不感动 那么所以他就尽毕生之力 就开始写这个 苏格拉图的信仰 然后都是用对话的方式写 因为他可能跟着 苏格拉图走了很多地方 然后有很多对话的经验 所以他的写作的题材呢 基本上都是用 Dialog这种方式来 这个Dialog也影响到我 那么我自己呢 也出了五六本对话的书 那么我觉得对话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材 就是说你可以尽量地保留 当时你们几位在谈话的一个原貌 那么很多智慧呢 就是这样子的交叉产生了 北方人讲砍大山 香港人在讲听改 台湾人在讲开杠 四川人在讲白龙门城 但你想想看 砍大山 听改 开康 可以开出 听出一个哲学家 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所以下次大家 在谈话的时候 尽量用一点 苏格拉的一个思维 也许会在你们之间 会爆出智慧的火花 这里面就是解释 他的所有有关对话的一些作品 那么在柏拉图写了很多的对话里面 这里面是选出其中的一些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很多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各位知道 他对话中其中有一个叫republican 这个字呢 我们现在呢 是翻作共和国 但是呢 在柏拉图的作品里面 我们翻成理想国 所以各位这理想国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这个republican这个字啊 在拉丁文的原意啊 是republican 这个R-E-S 有个S在哦 R-E-S的意思呢 是a fails的意思 事物的意思 所以呢 republican这个字呢 它的原意呢 是publica fails的 这么来的 但是不知道七转八转呢 现在变成一个republican 然后呢 变成一个共和国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呢 是希望在当时的希腊的环境 有一个新的一个制度产生 是由所有的民众 一起来参与的 这个就是republic的原意 它的责王的思想 也是这样出来的 但是后来这个字呢 就把它发展成为一个 共和这两个字 那么现在全世界 大概有一百七十几个国家 号称它是共和国 他可能不知道 它的来源是这么样子的 Apology呢 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 这是他自我变富的东西 Crito呢 这个对话呢 就是Crito 他的一个好朋友 很有钱 要劝他逃走 他不愿意逃走 Feldo呢 他最后一次对话 就是他要开始喝毒酒的时候 他要告诉他的学生 他的朋友 我死了 但是呢 你们可以follow 我们两个以前谈话 所留下来的一些经典 一些智慧 你的人生就已经够了 它就这样子 这里面我提一下 这个字呢 在那个时候呢 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翻桌 有几个翻译 这个慧影 或者是叫做想念 这个图呢 是 19世纪一个名画家 Aslan 他画的 中间的人呢 就是苏格拉底 当然苏格拉底 不可能这么英俊 其他的呢 都是当时的 名嘴 他们常常一些聚会 那么这张图呢 因为有一点 比较限制级 请大家尽量不要看左边 因为在那个 当初这个画的时候 因为这个 Simposition这个字呢 现在已经变成会议了 变成大会了 那么变成大会呢 所以呢 已经没有这样子的色彩了 不过在当初呢 这是 我前面讲的 都是苏格拉底的最后几天 这个呢 是苏格拉底 再生的一些愉快的时候 那么 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对话 人家说这个Simposition 里面有三个主题 这三个W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Triple W 他们有三个W是 Wine Wildom Women 但是呢 现在 By the way 我们过几天呢 我们会举行一个Simposition 这里面只是做个预告 这个Simposition呢 是一个比较 特别的一个Simposition 我们回顾 中国过去一百年 以及 去look on 未来的一百年 我们叫做 回眸 百年 百年回眸 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 我们这个执行长 可以跟执行长 这个要一下那个资料 或者呢 你如果有兴趣来参加的话 因为是在会展中心 那么现在 我们请了几个贵宾 包括梁振英 包括台湾来的 这个经济学家 民主家等等 部长级的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五世过去的一百年 跟以后 未来的一百年 到底中国未来的走向 这个世界未来走向怎么样 那么这个Simposition 欢迎大家参加 伯拉图呢 在苏格拉里过世的时候 他办了一所学校 这个学校的名字呢 叫Archidemus Archidemus是 希腊的一个英雄的名字 那么后来呢 这个英雄呢 他就在希腊 雅典获得了一块土地 那么这个土地呢 就叫Archidemus 然后呢 Plato呢 就利用那个地方呢 就办了这个学校 那个地方呢 他就叫做Archidemus 那么就是现在的Academy 那么现在这个Academy 各位想想看 他办这个学校的时候 大概有一直延续到九百年 一直到罗马 有个大地叫Justini 这个学校在取消 但是Academy呢 一直到我们现在还在使用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 叫做Academia 大陆的社科院跟中科院 都是用Academy的名字 那么包括美国的电影学院 我们的奥斯卡经常讲 在美国不是叫Oscar 它就叫Academy Award 所以你看 这任何一个字啊 都是有几千年的一个 这个韩语在里面 你知道这个故事 你就会非常有趣 那么它的这个地点呢 事实上就在那个 卫城的下面 所以你以前 如果参加那个学校读书的话 你就可以从下面看到的卫城 所以就像我这种感觉一样 这就是卫城 Copolis 那么从这Copolis下面 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 Oliver的这个墓子 就是Academy的原子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发掘出来了 这是Raphael画的Academy 当然我相信实际的Academy 没有这样的规模 但是呢 它是代表文艺复兴时期 三节之一的 拉菲尔画的这个 所以这幅画呢 是引用最多的一幅画 老的呢 就是柏拉图 年轻的是Aristoto Aristoto呢 后来自己办了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叫Laisin 那么从这个Akopolits呢 也可以看得到 就在这个三角下 那么 我去雅典的时候呢 正好 这个地方呢 也是刚刚被发掘出来 所以这个考古场所呢 对这个研究西方文化的 非常非常的兴奋 那么Laisin这个字呢 我们英文比较少用 但是在欧洲的法语系啊 很喜欢用这个字 用在剧院或者是学校里面 尤其是中学 Laisin 那么亚里士多德呢 他因为他的家庭的背景 所以他有一个环境呢 后来做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老师 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呢 跟亚里士多德是有关系的 亚里士多德 训练他去做一些比较单纯 而清晰的一些思维 所以当亚里士多德 从小亚西亚往东达的时候 他经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也是神女 就是说我这边 有这么一个节在 谁能够打开 将来就会做宇宙的共作 那么所有以前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这个节 亚里士多德 他一听到这件事 他就拿这个刀一砍下去 这个节就打开了 这个就变成西方历史上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后来演变成就是说 你碰到尤其在商场上 尤其在政治上面 你碰到一些非常难解的一些 一难杂症 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把它砍掉算了 就把它砍掉 这就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 The greatness of a spirit is accompanied by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布达 这个我先跟各位提一下 这个布达这个像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布达 你大概已经看到满天神佛 到处都是佛像 所有的庙里都是佛像 但是我特别跟各位提一下 这个佛像的第一个产生 事实上是佛陀 元吉或者过世 五六百年之后 才第一个佛像出来 因为他自己的本身 他是反对偶像的人 这里面有一个 他的革命性的思维在里面 因为在佛陀出生以前 亚里安人从高加索 打到了印度 然后在五合流域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Pongja 现在属于巴基斯坦这一块 那边已经有很好的文化 然后这个文化被征服 被征服了之后 这个亚里安人就统治了印度 然后他们创造了种姓制度 发现一定很清楚 这种姓制度最高的就是婆罗门 其次就是Satlin 然后就是肺色 然后就是Sutra 所以你坐最下面一层 你是没有办法翻身的 所以佛陀 他的革命思想就是 他要否定前面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没有偶像 但是以后的人因为太怀念他了 所以当亚里山大 打到五合流域的时候 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个 可以说混血的王朝 就是我们所说的宣港 那么那个地方的王朝 是容纳了很多希腊的一些雕刻艺术 然后他们非常喜欢雕刻 所以后来就开始有 第一个佛像的产生 所以你看那个佛像 基本上跟我们理解的佛像 事实上不一样 这个佛像是有相当的一些 希腊的色彩里面 那么佛陀它是 这里面我特别提一下 在我们所有的典籍里面 事实上佛陀的出生年约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这里面稍微尊重一下 就是原作者写的五六里 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典籍里面 我们的认知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孔夫子诞生在西元前五五一年 然后佛陀大概比孔夫子大十岁到十二岁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老子 正好比佛陀又大十岁 我想这样扯平的 你比我大 我还是有个老头子比你大一点 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是蛮可以接受的 那么但是这个年代实际上 你现在看到佛陀的年龄 我告诉你 大概有几十个版本 几十个版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大概最了解的就是他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他的都是其次了 那么他出生在现在的尼泊尔 那个地方叫隆碧里 就这个地方 这个隆碧里是在尼泊尔 离他父亲治理的国家 大概有几十公里 然后在当时有一个习俗 就是说女性如果要临棚的时候 她要回到她的梁家去生产 那么所以她的妈妈就从卡比法斯多 就走回她的梁家 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当然是成群结队 走到一半的时候 到了一个公园 结果她就在那里出生了 所以这个地方 是佛教里面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佛陀的最后一天 这边有一个东西 我特别提一下 就是这个所谓叫 The pillar of a soka 就是阿育王之著 那么这个是 我觉得是印度历史上 一个最感人的一个故事 阿育王 它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唐太宗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汉武帝 或者是汉武帝唐太宗 嘉秦始皇的一个中和 因为它统一了 统一了北印度 就是当时真正的第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统一 就是阿育王 阿育王的爷爷呢 叫做Chantra Gupta 中文翻作同多罗极多 你要是用国语念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字是好没有意义 但是Chantra Gupta 你如果用闽南话来念 就跟它的原因很像 所以我每次看佛典的时候 我就觉得 因为是在我们的汉唐时期 引进来的 所以它保留了相当的一些 河洛的语言 所以慢用意识 后来他的孙子阿育王 马语王的武力盖世 他东征西逃 一个一个消灭他的帝国 他最后一个侦探 那个国家叫做Kalinga 大概就比较接近 我们现在的加尔格达 然后他征服了Kalinga 现在的Orissa 加尔格达的时候 他杀人无数 血流成河 所以当他胜利的时候 他开始忏悔 刚好这个时候碰到一个和尚 后来他就开始信佛了 开始信佛 他就决定 以后他就把他的生命 贡献给佛教 他就开始寻找 所有有关佛陀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的 这个阿育王之柱 就是他用了国家机器的力量 到全国去寻找 佛陀留下来的地方 然后用皇帝君主的权威 在那边树立一个Pillar of Ashoka 然后告诉人家说 这个就是以前佛祖在那边 工作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 死亡的地方 传法的地方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在印度的一些 最重要的场所 你都会看到 它对印度的意义在这边 我觉得它对人类的历史的意义 在那边 同样的 那么 我去印度跟尼泊尔的时候 我自己深深有感触 就是印度它不跟中国一样 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民族 所以你一看 中国人大概都会了解 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倒背如流 古代是什么 梁唐靖盘族 然后以前在魏晋南北朝 然后后来 唐宋元明庆 这个印度人 不会讲这些东西 所以印度是没有一个 历史的一个民族 所以当英国人 统治印度的时候 有一个移民大臣 他退售之后 他就把他全部的精力 贡献在发掘 福托的这个地方 后来他发掘 他所有参考的典籍 印度都找不到 后来唯一可以找到的 就是我们中国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是唐山将 一个是法显 所以他就跟着这些资料 一点一点去找 找出来很多 当初佛陀留下来的地方 比如说这是佛陀 得到的地方 后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 所谓菩提树 这个就是他第一次传法的地方 中文叫做路也院 所以你常常听到佛教徒 讲路也院 那么现在是属于 佛陀纳西 是也是 这个婆罗门教 印度教的一个圣地 那么据说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以前佛陀做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佛陀纳西 佛陀纳西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常常在电视上看到 他们人死了之后 要归 回归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尸体在那边燃烧的 那么这是印度教的 一个传统 他认为这是 世界上最神圣的河流 然后 在这整个的行程里面呢 我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启发 也有很多的奇遇 比如说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呢 都会很自然地 有人主动来接待我 我就不闭出酒店了 那么这个是我在飞机上 碰到的一位叫仁波妾 他跟我谈得很愉快 他就说你不要住酒店了 住到我的修道院来了 这样就好了 后来我发觉这个人呢 他在台湾的名气蛮大的 因为在美国呢 有一个人帮他写了本书 叫做Joy of Living 那么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Ming Jew Yong Giving Jew 然后呢 中文在台湾的书呢 在香港很容易找得到 叫做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那么这就是这样 因为哈佛大学 曾经用他做了一个测试 后来发现他的这个快乐指数 在禅定的时候 是最平均的 最愉快的 那么其他的几个人 都是高深 我特别提一下就是说 我们现在了解的事情 可能比较遥远一点 但是你接触这些人 你会觉得 原来这些事情 都是在隔壁嘛 你比如说 这是我住在民宿的一个老板 他就是世家 他就是姓世家 就是世家牟利的一个世家 他就是这个世家家族 传下来的 大概现在世家 在尼泊尔大概还有几万人 这些都是一些高深 那么这个房子呢 据说是唐山藏住的地方 信不信有你了 这是唐山藏读书的地方 叫Nalanda 这个Nalanda 在当时 各位想想看 两千多年以前 他大概是西元七世纪的人 西元七世纪的人 OK 我刚刚提了 这所有的佛像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自己制造的佛像 都不一样 因为你是 从你的心中所想的 去造像 去照你的佛像 所以各位 如果有机会去 洛阳龙门 你看那个大佛像 据说 是用五折天的像做的 那么跟我们商学院一样 伟大的导师都有很多伟大的弟子了 在这些弟子里面 我觉得最有趣的 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比较熟的 可能就是穆吉年 刚刚过了七月十五号 在佛教的传统 有个叫穆年旧末 这个就是从这边来的 罗侯罗是他的儿子 浮屠的儿子 优婆里是他的保镖之类人 所以实际上这些人 大部分是跟他最接近的一些人 那么摄利佛就是大家 如果念心经的时候 里面他跟摄利佛的对话 那么这是佛教里面最精简 最好的经典之一了 那么佛教在他的这个经典 事实上我们大概花一个学期 也没有办法讲完 但是当释迦牟尼第一次得到的时候 他思考的东西 各位看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人文的 完全可以用在政治上 完全可以用在社会上 完全可以用在企业管理上 他把它归纳成四圣地 就是苦极灭道 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是爱别离愿真会 你爱的人一天到晚都看不到 不喜欢的人一天到晚出现 你想要的永远要不到 也求不得了 五蕴至圣 这个是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 因为五蕴是所谓受想行事 你有了一个躯壳 你才可能接受 你有了接受之后 你才可能思考 然后产生行为 然后就开始建议了你的身世 所谓受想行事 所以你的人生就是这五蕴 在不断地流转 不断地胡思乱想 造成你的苦 所以讲穿了事实上都没什么了不起 你如果能突破这点的话 你就没有这些苦了 那么所以这个社的受想行事 在佛经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虽然它是很简单的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 那么因为今天事实上 我的资料大概可以讲一学期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 把它这个讲完 所以我会跳着讲 那么希望有些东西可以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那么你基本上造成这些苦的因在哪里呢 就是十二因缘 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可以在Google上面看到 我想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你看看下面的八正道 这个八正道 就是说你现在有这么多苦 你也了解你造成苦的这个原因在哪里 所以你要把它消除 这叫灭 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消除 你看这多逻辑 就是要有八个方式 这八个方式 多人文的 你要有正确的思维 你要有正确的见解 你要有正确的语言 你要有正确的行为 你要有正确的努力 这跟刚刚Peter Drucker讲的不是一样吗 你不能乱努力 台湾人喜欢唱一首歌 叫做爱比较加亚 大家都会唱吗 事实上我说 不是爱比较加亚 是要会拼 是要真正懂得拼才会赢 你只是乱拼 当然不会赢 所以你一定要找对方向 几千年的观念 跟我们现在多接近了 然后正确的意念 正确的集中 正确的执着 我们常常叫做折善固执 后来你一发现 你折的不是善 你折的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然后正确的命 你现在可以解释成职业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工作 然后定这个字 实际上你可以把解释成 如果宗教的话 你可以把解释成禅定 那么各位如果打过座的 或者说你常常有练 这个TM的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你就知道这个定 代表的一个含义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 你不管是练Marshal Art 或者你是练Yoga 或者你是练Linja 事实上定都扮演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只是硬度的概念吗 我现在讲讲孔夫子的概念 孔夫子有一句话 各位可能可以狼狼上口 知之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各位看看是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节制 你才会定 定了之后你才会去寻求 你才会获得 这有没有有点像 东方有圣人处 此心同此理同 西方有圣人处 此心同此理同 道理都是一样的 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 在唐朝形成了八个宗派 叫信像台神 禅禁律明 信就是所谓的空中 像就是所谓的有中 就是为世中 那么后来发展到今天 讲老实话 你现在看到满天的宗教的寺庙 大部分都是禅宗 或者是净土宗 他们大概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这就是一个宗教的流变的影响 那么现在大河上 很多都已经到了台湾 又从台湾回到了大陆 那么有一个宗 居然在香港 蛮兴盛的 就是天台宗 天台宗它基本的经典 就是用的法华经 法华经在佛教里面 叫做妙法莲华经 那么它信仰当然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讲企业管理 就讲case study 我先拿两个case来 右边这封信是绝光老和尚 在世的时候写给我的 左边这封信是 唯绝老和尚 在世的时候写给我的 唯绝是禅宗灵迹宗的 第四十五代传人 绝光老和尚呢 是天台宗的第四十六届传人 各位您看佛教多伟大 它可以这样子传了几千年 一代一代重复间断 这个在任何其他国家 任何其他宗教都不存在 除了天主教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上 第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 就是所谓春秋战国时代 诸子百家的兴起 第二个黄金时代 就是在唐朝 因为它有个自由的土地 它有个自由的土壤 它有这么好的养分 它就可以让你思想 开出灿烂的花朵 这个世为绝呢 就是它主持的中台禅室 如果各位去南投的话 请千万到中台禅室去看 那么中台禅室可能是 台湾所有的寺庙里面 最有创意的 而且建立的是 非常的宏大 而且庄严 你看它这样写 《八一座政法》 常乐演说 读诵书学思维其意 广宣 敷养 令其留步之类 那么这当然是 对我的一个鼓励了 他也圆寂了 那么绝光老和尚呢 可能大家 在香港 现在佛诞日 可以放假 都是绝光的功劳 因为他 做了佛教协会的主席之后 他一直不断地努力 后来终于争取到 佛诞放假 所以大家以后 佛诞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可以想到老和尚 然后他给我的信是说 我们在关中寺 见面之后 很久没有见面了 然后他上面提了一些 他说 先生对世间法治 动策声明 后来翻到 又说 我对出世的法 有甚深见解 这当然是 没有讲 亏不敢当 尤其是对 应公之认识 极渐 以语终定 那么应公呢 就是台湾 一个佛教 极大成的 一个应孙老师 因为他把这个佛教 我刚刚讲 叫大圣 八宗 然后但是呢 大分可以分作三个系 三个系统 所谓 信空为民 就是走到空中 虚妄为世 就是走到有中了 然后呢 常乐为心 那么这个就是 如果各位了解佛教的话 大看一线 全世界佛教 就是分作这三个系统 所以天台中呢 我是到了香港的时候 才发现 没有想到 天台中在香港 可以这样发扬光大 然后呢 绝光有一个好朋友 我不能说 他是他的弟子 就是李嘉诚 那么我把这个特别拿出来了 就是说 我看到李嘉诚前一阵子 前个礼拜的时候 把那个香港所有的报纸 都买下来偷办 然后登了很多广告 那么他在登广告的时候 他还附了一个 这个 说明 那么在他说明里面呢 又有中英文 我一看他的中英文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不禁慧心的一笑 那么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 我在这边呢 就把那个 这个李嘉诚的这个中英文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看他的这个中英文呢 只有一点点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 讲什么东西 因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之说法 所以他不登了两个广告吗 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 所以他讲什么 没有关系 但是他这两个广告呢 照他的讲法呢 一个是给当权者看的 一个给树民看的 所以呢 他用的这种解释方式啊 你要是不从佛教的观点来讲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也不在乎你懂不懂他的东西 因为这是他心意嘛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就是天台中的 就是法华经里面的东西 你看英文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可以把他的心意 在那个英文里面 完全表示出来 Learning from the Lotus Sutra 从法华经里面的经典来看 which taught a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levels and a different type of beings 他说在法华经里面呢 他就是告诉我们 有很多的这个教训 就是跟不同的人 不同的阶层的人 不同世界的人 不同社会的人 要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那么 In my opinion Today there is no single one message to different type of beings 他说现在呢 我们事实上找不到 一个单一的东西 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 OK 所以呢 这下面这个是完全是 法华经里面的东西 If there are living beings need to be liberated in a certain way Then Ava Lokitishvara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了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翻文 Ava Lokitishvara 那么 这原来的翻译是观世音 那么在玄奘呢 就翻成观自在 因为他要避免跟唐太宗谐音 We will manifest and teach the time as according to what need 他说当他们在传这个教法的时候 是要传给应该接受的人 是接受什么教法 他就传什么教法 这个就是跟这个 这句话是相应的 然后呢 它的来源 是Universal Gate Chapter The Lotus Sutra 是从妙华莲华经的 普门品出来的 所以现在 性观世音菩萨的 基本上都是从这个 这个经典里面出来的 这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OK 现在终于到我们的孔父子了 这张照片呢 这张 这个像呢 我想各位对画有兴趣的 一定了解 这是吴道子的画 吴道子呢 是他的西元 七世纪的人 那么 我相信他没有看过孔父子 但是呢 他画呢 是大家认为是最传神的 我只是想强调一下 我特别希望 这个孔父子 能够走向民间 那么我觉得 说不一定 这个周润发比较像孔父子 也不一定 因为基本上呢 就是这种北方大汉 那么现在有卡通的孔父子 那么有年轻的孔父子 我觉得这是他普及化的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那么孔父子不是在中国有名呢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上面的像 中间是Moses 中间是摩西 然后这个是索仁 Confucius Moses呢 代表了宗教 所能的代表了法律 它是代表了教育 不只是我们推崇 这是孔父子 我去了无数的地方 但是就挑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孔父子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觉得一个弹钢琴的小孩呢 是不会变坏的 那么常常去孔庙的小孩也不会变坏 所以我会带小孙女去孔庙 但是因为她婆婆可能不喜欢她曝光 所以我把它弄得大家都看不太清楚 但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有两个小孩子 那么这是台北的孔庙 我特别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万人工墙 我并不是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有一点夸张的 因为当子贡 赞美她老师就说 我的老师之墙素人 我的墙只是极尖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我是什么样的人 好 认为很了不起 但是我的老师呢 她的墙有素人之高 素杖之高 你不可能见到她 中庙之美 白观之富 那么 她是素人的 但是我们现在写的是万人 这个可以提一下的就是说 这个子诗呢 是在儒家里面 它是叫做素圣 因为孔夫子呢 它是不写文章的 所以后来的中庙啊 就是子诗写的 那么子诗呢 它居然在孔明呢 还有一个墓 而且呢 它是用了公 然后呢 孔子的儿子是用了猴 这个孔夫子呢 是台北的 那么你看到呢 后面呢 事实上是高楼大厦 所以台北现在把孔子呢 尽量让他走出孔庙 比如说放在 这个公园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你如果把它老是藏在寺庙里面 你怎么接触呢 所以我有时候跟 这个中央领导说 我说你发在孔子学院的钱 不如做这个事 可能更有意义啊 我见过最impressed的一个孔庙 居然是在河内 这是河内的孔庙 你这边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大唐 它的那个正面的设计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东南亚的设计了 但是它的那个规模 大概不输我们北京的 不输我们这个屈服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孔子的一生 很重要的一点呢 他是周游列国了 那么他周游列国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这特别强调一下 他周游列国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就是你看看他的气派 他位于筐的时候 就是他在筐受烂的时候 他说文王寂寞 文不在之夫 天之江上诗文也 后世的不得予语诗文也 天之位上诗文也 筐人其如与何 就是如果这个上天要毁掉 我们的文化的话 那我也没话讲了 那如果上天不要毁掉 我们的文化的话 那我怕什么呢 你看他的气派有多大 这个气派大概就几千年 有一个德国的人 他曾经讲过类似的 德国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人 叫Thomas Mann Thomas Mann那个时候 逃离纳粹的时候 他又过关 然后在关口 一个官员问他 他说 这个先生 你离开德国了 那德国的文化怎么办呢 Thomas Mann就说 我到哪里 德国的文化就到了哪里 你看这种气派 东西都是一样的 这里面也可以看到 孔父子的幽默的地方 他有个地方人家说 这个人像上家之选 不知道是谁 他的学生来告诉他 他就说 你说我是上家之选 的确是的确是 他的这个学生里面 有名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三千 通六一者 七十有二人 但是真正 最重要的 我们叫十则 适配 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 孟子是亚圣 事实上是孟子 他并不是亚军 并不是第二个 因为 他后面是延渊 然后真生 然后子师 这个是复圣 这个是复圣 这个是终圣 这个才是亚圣 所以孟子在儒家的地位 等于是保罗 在基督教的地位 这些就非常多了 我今天就跳过去 孔父子 他的师生之间的这种感情 非常非常类似 苏格拉底 跟他学生之间的关系 这个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展现出 孔父子非常可爱的一面 孔父子在框 在逃难的时候 他跟延回失散 然后后来的东门 他看到延回了 他就跟延回讲 你居然在啊 我以为你已经死掉了 然后延回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 子在回何敢死 你要是翻成现在的语言 就是 老师啊 你都没有死 我怎么敢死啊 你可以用这种语言来看 因为几千年的文字 就是这样子简单 那么但是呢 你可以想象到 他们那种互动跟交流 事实上是蛮有趣的 老师你都没有死 我怎么敢死呢 蛮有意思的 那么如果各位逃过难的 大家就知道 这是蛮有趣的意思 因为有一些事情呢 特别提一下 你比如说 这个 杀鸡烟用牛刀 这是一个 然后 这些呢 我想 就跳过去 然后有几个呢 可能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我稍微提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开始 稍微晚了一下 所以我再用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常常骂人 说这个人呢 真是愚不可及 各位知道 这句话呢 原来是赞美人的话 特别解释一下 就是说他称赞 当时有个贤人 叫林无子 林无子帮有道者治 帮无道者欲 其治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就是说林无子这个人呢 当国家有道的时候呢 当国家治理得很好 他就很聪明 他就出来参政 当国家没有道的时候 他就装傻 就是很愚了 那么他的治呢 我比得上 但他装笨的功夫呢 我是比不上的 所以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这个愚不可及 已经变成骂人的话了 所以你现在看 这些语言呢 经过两千年的轮转 会变成一些很奇怪的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孔夫子说 三世而后行 孔夫子是反对的 基文子三世而后行 孔夫子说 再想一次就够了 所以下次各位 你要二世还是三世 由你自己决定 那么抗战胜利的时候 讲功 以德抱怨 人家说这是儒家的精神 后来你发现说是 孔夫子不讲以德抱怨 人家说以德抱怨 孔夫子说 你如果以德抱怨 我何以报德 以直抱怨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看这些思想 实际上跟我们现在讲的 有相当的出入 我们也常常讲孔夫子讲 温良公子那样 事实上温良公子那样 也不是以孔夫子讲的 而是他的学生 在说孔夫子温良公子那样 所以会获得大家的一些支持 所以这些领导都喜欢跟他谈话 因为他是一个温良公子那样的人 他寻寻善用 他非常的温和 所以他是一个good listener 所以当那个领导碰到他 他会很自然地讲出来这话 所以当你去进行一个dialogue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那么我现在看所有的 有关孔子对人的定义里面 他最完整的就是这一句 就是所谓公宽性敏慧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常常讲 儒家讲的五常 人义里之性 有人说是孔夫子讲的 事实上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 这也不是孔夫子讲的 那么这个是孔夫子 加上孟子 或者加上董仲书 就贤良对策里面 才凑成了我们儒家 所谓人义里之性 那么这个孙子兵法里面讲的 道天地降法 自信任勇言 风铃火山 我觉得也是孙子 在参考了道家 跟儒家的一些东西 他自己出来一个 这所谓我们讲的武德 所谓讲的武士 最后风铃火山 这几个东西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 是大出风头的 因为你看日本几个将军 就是知田信长以前 叫武庭信玄 那么他用的旗子 全部都是孙子兵法里面的 我现在这边提孙子 是另外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在搞选举 所以那个郭台铭呢 台湾的首富 常常把日本的首富 叫孙正义 请到台湾去 拉票 那么这个孙正义呢 Shortbank 他认为他是孙子的后代 所以呢 他在他的公司里面 就是贴这几个字 就是用这个来做他的logo 所以你看孙子兵法 事实上 我觉得他对我们经营 marketing operation 非常重要 那么温联工也让 公宽信本会 对我们的management 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跟你的经营管理 跟你的行政管理 都是有关系的 这边我特别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 己所不欲物事与人 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但是我觉得 到了我们这个商业世代的时候 应该把它 扩充 人所不欲物事与人 然后己所欲事与人 最后呢 以一个市场导向 人所欲事与人 这个才是这个市场导向 那么这个市场导向 我想现在很多做5G的 已经完全用到了这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发展的最好的 可能是像那个 Steve Jobs的这个idea 那么Steve Jobs 在推出第一个 back and touch的时候 人家问他 他说 老板 你这个没有做feasibility study 没有做marketing study 你怎么能够 确定他会成功 这个Steve Jobs 他就说 我来创造市场的需要 市场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来创造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marketing 到后来的apple 到后来的iphone 都是这样出来的 耶稣基督 这幅画是 达文西的名画 那么非常巧的 好像昨天 我们学校 这么好 是达文西的展览 我觉得这是非常巧 但是你可以看到 达文西眼中的 耶稣基督 是这样子 可能每一个 他的耶稣基督 都不一样 但应该全世界的 耶稣基督 他都是随着 他的地方 让大家的一个 失恋 或者想象 或者是期待 他会出来 一个不同的形象 但这个没有关系的 最主要是 他的精神所在 这里面大概 只要提这个 大家就了解 我们现在讲的 BC就是 Before Christ 讲的AD 就是主的名 Arnold Dominic 你就知道 他在我们 这个生命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 一个教室 你每天都会 跟他在一起 这个已经是 避免不了的事情 你会 跟着他 出生 跟着他 走下去 跟着他 结束你的生命 因为BC 因为AD 我们是活在 主的脸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个文化的影响 有多大 这是我到 耶路撒冷 耶稣从改善 山上下到 这个门里面 然后进入里面 展开 他的最后的 一段历程 这是在巴勒斯塔尔 这个是 伯利恒的 他出生的 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门 是非常小的 所以你不能 昂头阔骨地进去 你要非常谦卑地进去 这是我们 每一个Christmas 看到的 马朝的地址 出生的地方 跟他 最后埋葬的地方 叫做圣墨教堂 一个伟大的灵魂的一生 结果跳过去 耶稣的十二使徒 我觉得这个十二这个字 在西部来的文化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他原来建立以色列之后 他也是按照十二支派来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门徒里面 某种意义上 是象征的 那么 他的门徒里面 我只提两个人 一个是圣彼得 那么圣彼得 各位知道 梵蒂冈的这个教堂 就是圣彼得教堂 圣彼得 是耶稣基督的 第一个门徒 就是耶稣到了 加利利 要去 找寻他的 跟随者的时候 他第一个碰到 就是彼得 那么彼得 他的原来的名字 叫Simon 那么耶稣非常喜欢他 他就说 我帮你取名 叫Bedro 彼得 彼得的这个字 是磐石的意思 他说 我希望你来做 我的教会的磐石 那么 所以这个整个 圣彼得教堂 就是彼得 殉难的地方 我后面这个堪 这个神堪 就是彼得 定十字架的地方 他是被盗定的 所以各位知道 任何一个传道人 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Sistine Chapel 那么这里面是 很多很多 Michael Angela的一些 作品在里面 实在值得一去 另外一个就是保罗 那么保罗 我刚刚特别提 保罗在基督教的地位 就相当于 孟子在我们儒家的地位 各位看 耶稣基督一生的行道 事实上他走的范围 是非常小的 甚至是远远还比不上 孔夫子 那么孔夫子的范围 大概是在我们现在 近鲁域 这三个省的范围 但耶稣基督大概只是在 现在的以色列的加利利 到耶路撒冷之间的 这一块地方 但是保罗就不得了了 你看保罗这一生 跑了三个地方 三条线 到最后一条线 他被派到罗马去 因为这个地方定不了 他的罪 所以最后就派他到罗马 然后希望罗马能够治他的罪 因为保罗他是当地人 但是他有罗马的国籍 所以不能随便处理 那么喜欢历史的人 我稍微提一下 保罗他的出生地叫Tasis 那么在圣经里面翻作大树 但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各位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有前三雄后三雄 这个地方就是Mark Anthony 跟埃及烟后碰面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是有空到这边去看 你可以看到他们 除了你看到保罗一些神圣的地方 你还可以看到罗马帝国 早期他们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那么后来最后的历程 保罗就坐船 然后到这边抛锚 到马尔塔抛锚 在马尔塔住了几个月之后 他在当地治好了一个人的病 然后那个人就皈依他 后来变成马尔塔的第一个主教 那么就变成基督教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天一天壮大 一天一天壮大 就到了世元四世纪的时候 罗马的皇帝 君士坦丁宣布 基督教为国教 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然后在君士坦丁 死亡的前一天 他居然受洗了 所以整个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就是这么产生的 那么今天动地的事情 这是保罗殉仗的地方 殉职的地方 各位看到保罗拿了一把宝剑 因为每一个使徒 都有他的代表 这个蛮像中国这样的 剑级履级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积极勇猛的人 基督教世上跟中国的渊源 是非常深厚 但是不管怎么样 基督教的这个渊源 实际上归于就是一个志 就是爱 所以刚刚那张图 是他的登山宝训上面提的 各位看 这是这个文字 有多美 虚心的人也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动的人也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也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渴目的的人也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长辈 他们要离开世间的时候 很多人是希望 能够带这份经文一起走 太多这样子的故事 就代表他们多喜欢这样子的 一个感觉 一个 皈依 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个 新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实际上都是保罗的文字 就是所谓的 Saint Paul's Episode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文字呢 是他写的 哥林多的那个教会里面 那么这句话呢 事实上 我们大家都是常常引用的 尤其是结婚的时候 我自己也喜欢引用这句话 爱是很久忍耐 满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做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露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自私 这种文字 也要是没有一个心灵的 一个层次 也没有一个精神的层次 是写不出来的 最后我跟各位介绍一篇 这个Saint Francis' Prayer 这个祈祷文 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美军发挥了 不得了的一个功能 因为 就美国人出战的时候 他们都是基督徒 为多 那么各位知道 美国的总统 就职的时候 要按照圣经 所以 这个美国的大兵 援手一张这个 那么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送给现在的香港 请用我来做你和平的使者 在有仇恨的地方 让我拨下慈爱的种子 在有残害的地方 让我拨下宽恕的种子 在有猜疑的地方 让我拨下信仰的种子 在绝望的地方 让我拨下希望的种子 在黑暗的地方 让我拨下光明的种子 在愁苦的地方 让我拨下欢乐的种子 多美的文字 我在台北离开以前 就拜访了一个朋友 就是天下杂志 他正好墙上 有这么一幅照片 我正好在那边用一下 就是常常大家都会问 生命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么今天 大家听了 这个 我很快的一个解释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 体会或者感觉 或者有很多意见也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那么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思想 我是有利的把东方 把中国拍在上面 因为我刚特别提 就是这个老子下面才是 佛陀 佛陀下面就是孔子 那么 所以呢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 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 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里面 然后儒家到了这个 唐宋明清的时候 形成了所谓的宋明领学 那么宋明领学呢 我们在当初呢 叫做新儒家 新儒家 那么现在新儒家呢 后来他的传承呢 到了哪里了 居然是到了香港 那么香港的这批人呢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毛中山呢 唐军毅啊 许富冠啊 这些人呢 严格地讲起来 他们这个新儒家 是叫现代新儒家 那么毛中山 曾经把康德的 这三大批判 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 大概有这么厚 所以呢 他们在常常做一个努力 就是希望把中国的哲学 跟西方的哲学 能够做一个完美的融合 我觉得现在是香港的 新儒家的一个 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不很有趣吗 这儒家的流变跟原流 现在居然到了香港 所以这是香港人 应该能够觉得骄傲的 然后在这整个图里面呢 我想可能大家已经了解 你在这整个的 metrics上面 在整个的走心上面 你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我从人文主义开始 现在从人文主义结束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这个戏剧叫 《等待古陀》 叫做《waiting for God》 这个《gada》是有点像神的电体 这个是三流 1969年的诺贝尔奖 得主 他是都博里人 那么很多伟大的戏剧家 都有自己的剧院 比如说 Shakespeare 有个剧院叫Globe 在伦敦 那么 Yach呢 有个剧院 也在都博里 叫Abi 那么他有个剧院呢 正好在这个学校里面 这是三一 Trinity 那么我去都博里的时候 我就住在这里 然后这个果陀呢 当初在台北演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成功 因为他有点像外白老会 他有点像外外白老会 就是两三个小猫在那边一见 待在那边 苦闹 谈话 干什么呢 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果陀 果陀是什么 果陀是救世主 果陀是弥赛亚 后来结论呢 当然是很难等到的 这个剧后来在香港也演过 据说也很轰动 那么大陆呢 把它翻成歌 就是果呢 翻成干歌的歌 但是这个剧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不管这个世界有没有救世主 不管这个世界有没有弥赛亚 至少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不要去太过 寄托在这方面 我们认识他们的精神 我们了解他们的灵魂深处 跟我们的相应 这已经够了 你去学习他们的智慧 学习他们的精神 这已经够了 所以最后呢 我把这句话呢 再改成 阿弥克斯 与什么为友呢 可能呢 又有点六口 我就把它改成乐 爱 苏格拉底 爱 你的布达 爱 你的confusion 爱 你的 Jesus Christ 而且 在了解你自己个人的优点跟缺点 跟你的无限跟有限之下 爱你自己吧 但是最重要的 你要爱这个世界 因为我觉得 人才是世界上最奥妙的存在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